村菜有二十四種的味型 味、taste 以下哪一種不是其中之一 村菜有沒有鹿蝦? 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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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理力城很慘 蕭級大問答 我講一講蕭級大問答 我呼籲很多聽眾 不如寫一些問題給我 開開心心 如果是選中的話 的確挺開心的 你現在問到明年年尾 我想告訴大家 三、五、七個月 現在不是成問題 這麼多? 有些聽眾的問題 一、我們以前問過 所以我就不問了 二、有些太長 或者容易猜 我看看如何放入一個類型 例如四個 誰是真的 大家開心就算了 但是當中有很多人 真的挺精選的 你們上次輸 對 我忘記了自己輸 你沒有請我們吃東西 對 我忘記了 為甚麼 因為我真的忘記了 突然真的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這回事 今天醒醒 是星期三 不要緊 下星期 好 看看大家 現在我們直播中的畫面上 你們可以再看 就是賣903.com 還有我們的FAN page 好 如果是 下個禮拜吃兩餐 下個禮拜 或者是過兩天再吃 吃兩餐下個禮拜 好嗎 先看看怎樣 好 現在問題 是 不算很難的 但是 看看你有沒有對這個範疇有所認識 因為每屆奧運會 會有些新增的項目 也會剔除一些項目 嗯 那究竟以下哪一項運動 不是這屆奧運項目呢 巴黎奧運沒有的 沒錯 A 曲棍球 B 衝浪 C 拳擊 還是D 棍網球 拳擊 曲棍球 就是Hockey Hockey 就是每人拿著一顆棍 衝浪 好像是冰上雪 冰上曲棍球 不過他在一個青綠色的地上打 衝浪 就是在海上 有人踩著一塊板 浪就十幾二尺高 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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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軍網球 都是拿著一顆棍 不過不是向地上打 就是我和阿傑 逢星期二練球之前 有個網 對 每人的棍上都有個網 他把球傳給隊友射進龍門一面 對 拼一下拼一下 好像撲蝶一樣 像以前你小時候在山上撲蝴蝶一樣 對 我想問Hockey就是草地Hockey 不是Ice Hockey 不是 草地Hockey 而且Ice Hockey屬於冰場 冬季豪人會 冬季豪人會 現在說巴黎 我問清楚一點點 沒有問題 我只是解釋得再清楚一點 照想拳擊 拳擊是不可能會飛走 對 我也覺得不可能 這麼大路 但是就是因為它這麼大路的關係 就要飛走它 不是要飛走 即是你怎麼會放一個這麼大路的答案 在這裡 是不是有些玄機 我想 大家討論一下 還是不能衝浪 我在想 法國水域最近有沙魚 很害怕 那套好看 好像也在Top10裡面 那套 好看 那套 我的朋友說很難看 我馬上看 我最喜歡看 但為何突然在巴黎上有沙魚 不是 他們去年都不知道去紐約 衝了去紐約 飛的沙魚 那套不是 那套 不是那套 這套是法國那套 這套為何好看 真的會死 那些人真的會死 你打算他不死的人 譬如說真的 譬如我當這裡是四個角色 你一定知道 一定會死的 玩到最後 誰知道2要死 就是這套 類似 有點刺激 其實我也覺得 你們怎樣 有什麼見解 我想這套是衝浪 因為 我覺得是衝浪 因為 以我的見解 D似乎是法國的 就是棍網球那套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Lacross 對 對 法文名 Lacross 他也不說 對 對 D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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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不用選 對 好厲害 拳擊你又不覺得 一定要有 我覺得Boxing會有 不是 他也有出過一些拳王 曲棍球也可能沒有 曲棍球 曲棍球 香港就是 那些巴基斯坦人 還是菲律賓 不是菲律賓 應該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很厲害 巴基斯坦很厲害 對 因為你 全都贏了 對 差不多是中國打乒乓球 對 對 會不會沒有曲棍球 過入洪水之前 京士百公園 旁邊就是那個球場 對 對 對 但是你們的衝浪 現在你說衝浪沒有 那是不是 他沒有理由發過沿海 應該有地方給他舉辦 巴基斯坦有的 對 也有地方給他舉辦 曲棍球 試一下吧 曲棍球 曲棍球 大家一起曲棍球 是錯的 曲棍球是有的 那衝浪呢 不是我試試選拳擊 我覺得拳擊太大路了 對 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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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錯 衝浪 衝浪 都錯 是 衝浪其實是上年 上屆在東京開始有的 今屆都會有 但是他舉辦的地方是很遠的 在大溪地發屬的另一個地方 大溪地的舉行 那算有嗎 有 同一屆的 有巴黎奧運的項目 但是他說那裏的水 比較穩定 始終都要靠海水 但是棍網球 其實是下屆 2028年才會有的 是自己的 不肯定 對 好 大家沒有分 你很厲害 好簡 第一次 好容易玩兩年來第一次 我還以為空有成中贏 好 好 這個就是Ryan22378提供的 要給Mycredit 現在22378 壞人22378 他出了兩題給我 我也覺得不錯 第一題 村菜有24種味型 味 以下哪一種不是其中之一 24種 A. 荔枝 B. 酒香 C. 陳皮 D. 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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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知就是茄汁 什麼是味型 我講24種味型 例如是 咸鮮味型 麻辣味型 胡椒味型 等等 紅油味型 我的茄汁就是茄汁味型 對 所以一看來最直接就是茄汁 你叫荔枝味型 這麼有趣嗎 不奇怪的 有很多味道放進去 有些橙味 Citron的味道 很容易 村菜有沒有鹵蝦 鹵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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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理令人很慘 我馬上想 鹵蝦 鹵蝦 我好像是客家菜 村菜有沒有鹵蝦 我就是想 蝦鹵蝦 例如茄汁蝦 小時候 把腳都剪掉 然後就 嘩 茄汁 那個應該是廣東菜 不像是村菜 所以我問有沒有吃過 茄汁蝦 有啊 但不是四川菜吃的 陳皮不是廣東那邊嗎 好像四川菜 偏向辣重味 陳皮很少見到陳皮在村菜出現 但陳皮在主食界有很多的 村菜和粵菜 幾大地方的菜是齊名的 因為你吃就吃麻辣 他有很多類型的 我就會選茄汁 現在說沒有的 沒有的 我覺得茄汁有 我覺得茄汁有 你皮疙瘩三樣 好像實有硬的 我覺得 荔枝很特別 沒有什麼叫做荔枝 用荔枝來燒一些 荔枝來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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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四川也屬於 不是 反而是最正路一定有的酒香 反而不是 他不出名 但是村莊是有酒香的 村莊吃的最多就是 藤椒 雞腳 陳皮 藤椒嗎 藤椒 不是青椒 藤椒 青椒 那類型 雞臣 小香魚 有很多上面的 我會試完酒香試陳皮 我覺得茄汁是有的 荔枝有 我反而覺得茄汁荔枝是 荔枝是 如果你是在宵夜 有時吃村菜 他會有那種荔枝荔枝 荔枝荔枝 可能有機會涉獵到 又或者是荔枝肉 突然炒一些肉 但酒香陳皮 我又覺得有硬 就是有硬 剛才郡網說有硬 有一個人很有權威 這樣說 是不是 法文名 是不是法文名 你現在是不是法文 真的不肯定 真的不肯定是法文 好 那怎樣 我真是 酒會 酒嗎 酒會 試試他 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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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酒吧 一起酒吧 真的嗎 真是酒香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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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需要說一下 要 鹹鮮味 麻辣 胡辣 魚香 薑汁 怪味 椒麻味 酸辣 紅油 那些叫什麼 蒜泥味 麻醬 醬香 煙香 荔枝 五香 香草 糖醋 甜香 陳皮 芥末 鹹甜 椒鹽 胡辣 還有 茄汁 其實他連芥末也有 很厲害 芥末也有 反而沒有酒 Due姐 你粉絲給的題目 很久了 一分 不要刺激 不要這樣 不要刺激 不是我 你現在是侮辱我的粉絲 現在Rion 22378 我記得 這麼巧 三國題 馬昭是五虎像之一 但在三國字裡面 三國字 他的死 只是用十隻字來交代 到底是什麼原因 用十隻字來交代 馬昭死了 原因就是 A 寫屎書的人怕得罪人 B 馬昭得到的病 非常尷尬 C 寫屎書的人 根本不知道 D 是馬昭自己要求 Due姐 跟你找尋 沒有那麼細緻 他十隻字是什麼呢 張母二年 豆豪 卓時年 四十七 是這麼多 說他死 你知道他沒有交代 他為什麼會死 對 很短的 十隻字就交代了 他怎麼死 OK 他得到一個很尷尬的病 就是他 C是 知道嗎 寫屎書的人 當然是性病 C是什麼 C是不寫屎書的人 根本我就不知道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不知道 D D和演義 是兩回事 大家要知道 你現在是演義 是嗎 D 斬國智 一是B 一是D 一是病尷尬 D就是正經一點 是歷史 演義就是故事化 會不會真的不知道 免得亂寫 因為要認真一點 你也有你的道理 你也有你的道理 是嗎 那 庭宇迪衛說Dog 是什麼意思 B就是病尷尬 D 是挺有可能的 如果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不要記載我了 這樣 他自己要求 他跟誰說 都合理 寫屎書的人 那個屎書的人 是同期的嗎 在我旁邊 你餓在病床 可能他有遺書 我很迷書 但我早就說 我二十歲 總之我將來不知幾歲死 人家說四十七 死時四十 我二十歲的時候 說明我將來死的時候 到屎書都不要記載我怎樣死 為什麼 當你余迪偉 當你把事情交給我 當是這樣的 情況是這樣 就不要寫了 我告訴你 不用猜了 好嗎 就是告訴你 余迪偉 有一天說 如果我死的話 你千萬不要寫出去 很奇怪 這樣跟人說 馬超是在做什麼位置 馬超是打仗 武副仗 張飛關羽 那些 趙雲 黃忠 馬超 那他怎樣死後 有沒有人知道 都說沒有 一直都沒有 沒有記載 因為三角之母就沒有 要不就是野史 要不就是在演義中 就作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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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 我認識這麼多 都已經很厲害了 糟了 她說認識很多 都姐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猜都不猜 真的不知道 原來他真的不知道 得罪 對 怕得罪 寫那個人怕得罪 因為B和B是同一個思路 沒有分 那我就 新的 發脾氣 新的 那我就根據我自己所說 C 他不知道 寫那個人不知道 所以不然就亂寫 我有想過A會不會有機會 得罪人 好 得罪人 不要抵抖太久了 快點 試吧 C 我A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你追回一分 真的 啊 我也想用A 好了 剛才余定偉問我 我很快 我回答不了他 因為很快 其實是知道他怎樣死 其實馬昭死的時候 就是激死 吐血伸磨 為什麼呢 這真是一個故事要說 馬昭和曹操中間 有一個血海深仇 因為曹操將他一家百多口 滅了 大家知道 之後的三角 就是進朝的變成 其實那個骨架 所謂的 都從曹操那裡 是 因為這個寫屎書人 為了不要得罪曹操的那一邊 他就不敢寫這段 所以他不如草草了善 用十隻字交代了他 所以就是這樣寫 只有十隻字 張武二年出事 年四十七 就是馬昭的死記載 泰國人吃素 以下有哪種食材 他們都是可以吃的 有哪種食材 什麼鬼話 以下有哪種食材 他們都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即是吃素 但都可以吃這個東西 冬牙 鱼蛮 knives 鱼蛮 鱼蛮 什麼 zostan 脖子 牛肝 鱼蛮 天蝶 但鱼蛮 我馬上勾回印象,昆蟲我都看到有 我意思是街邊,多南麥都多吃 昆蟲會否真的當作蛋白質,不當作生命 所以我可以吃昆蟲 但有時小魚肝炸到你不知道是小魚肝 欺騙自己 在食物上,反正都是這樣 例如一間泰國素食餐廳,餐飲中會有這個 很普遍,吃素食的人都會吃 我想不會是內臟 我會先試昆蟲 每個人都吃一分 一個昆蟲,鄭小姐 我呢? 不是啊 我呢? 我暫時過了一分,所以沒有吃 你嚇到外面,她都說出來了 昆蟲都知道是什麼 我選豬血 我試試小魚肝 三個都不同了 我講一下吧 你知道的 我猜吧 周圍有小魚肝 因為素食人和佛教徒吃素有不同 剛才我講的是素食 原來泰國佛教徒其實都可以吃肉 如果你作為香港人吃素 例如魚露、蝦醬、小魚肝 這些東西你都不想吃的話 你去到素食的泰國餐廳 你就要跟他們說 你魚露、蝦醬那些全部都不要下 是這樣的 好 那一個訂閱的兩分 對,一個一個 剛才你說說而已 即即激發了都姐的士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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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了,真的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那